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看应该是没有继续进攻的机会了 嗯 通过盈眼可以看一下角度与位置的一些变化 应该会去选择目前的这个红球来做防守啊 看看 莫非还是选择大胆的进攻呢 应该不会去进攻了啊 哇 莫非还是选择长台的进攻 哎 漂亮 真的是准确实对自己这个远台啊 很有信心 这个远台多难打啊 嗯 白球离库边支起来一点点 其实这个出竿的那个稳定性啊 有求的很高 哎 又是打进长台之后啊 失误了简单的这个篮球啊 莫非今天这样的错误犯了几次啊 嗯 因为打进长台进攻呢 是会耗费你的一些能量 让自己松了一口气啊 反而在这个简单球上面 太过草率了 莫非领先42分 嗯 台面上还有足够的分数 来这个供丁净辉来追赶 嗯 丁净辉还是比较犹豫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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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应该会选择 看这个干法做篮球 嗯 之所以没有选择做粉球啊 也是担心粉球摆回原来自己的位置以后 会对其他的红球分布 有一个影响 不过这个篮球做的也不是很理想啊 被绿球挡到了 嗯 应该是不会进攻了 看看会不会 防守 嗯 选择贴在粉球后边 嗯 应该说莫菲会选择去 两库就咖啡球下面的红球啊 轻轻的贴就好了 哎 还是 莫菲也是本意想两库轻轻的解薄鞭啊 然后让挡住这个红球 嗯 应会又是做了一个斯诺克 这一干 确实啊 莫菲不好办了 六颗红球分布的比较散 好 差一点 给丁俊慧留下了进攻机会 嗯 由于这个白球的位置啊 离库边太近了 所以说丁俊慧还是选择让他继续 去重新解 莫菲还是尝试 两库来轻轻的解 靠近库边的红球 嗯 又是 力量小了 嗯 斯诺克 这根斯诺克绝对 做的也确实非常死 嗯 力量应该又说又是不够 确实啊 目前这个局面来讲 我相信莫菲 宁可多罚几干 也不希望给丁俊慧机会啊 因为这个 局面这个确实很 红球的分布很散啊 如果给机会的话 有可能丁俊慧就一杆制胜了 嗯 勾到了 但是还是给丁俊慧留下的机会 应该说 介绍一下 哪个轻子黑球 很漂亮 嗯 黑球 正上方的红球 这个机会也是相当的不错啊 看看丁俊慧 怎么把握 地干轻打 尽量不让白酒走得太远 目前中间的几个红球应该都可以来维尔的黑球来进攻 应该是这个角度上面出了一点点问题 湖南省易阳市网友说 现在看小灰 你现在看小灰打球放心多了 确实是 通过这个近一两个赛季 丁静辉的这个低迷的状态 上个赛季也是有了这个明显的这个好转 也是单赛季排到了第一位 总排名也是排到了第五位 确实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可以说是苦尽甘来吧 对 我来 底干拉一褲来做黑球 看看 我会不会想得留下一个红球的角度来把另外一个红球给开出来 四川省达州市的网友觉得 无锡精英赛再举办几年 可能会成为排名赛 其实是有可能的 对 因为现在 我觉得 斯诺